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绿色的天地里充满着生机 关到两旁甚至有人敲起了锣鼓 少数瘦弱的书生碰头指点着周围的景象 热闹非凡的景象 前方便是西城县 戴蒙威族居所在 原本不过两三万人居住的小县城 眼下的人群聚集一达十五万之多 这中间自然得算上各地汇聚过来的军阵 西城县之前才迷平了一场叛乱 战事未休 甚至于城东头对于叛军的屠杀处理才刚刚开始 县城南面又有大量的平民汇聚而来 一时间令得这原本还算山明水秀的小县城 有了熙熙攘攘的大城景象 此时聚集过来的平民 大多是来感谢戴蒙威活命之恩等 人们送来锦旗 端来扁河 撑起万民伞 以感谢戴蒙威对整个天下汉人的恩等 西城县不大 戴蒙威年事已高 能够接见的人也不多 人们便选出了年高德少的肃老为代表 将寄托了心意的感激之物送进去 在南面的城门外 进不去城内的人们便群聚于草坡山间 抱着孩子向城门内代赴方向遥遥跪拜 女真希鲁勋在过去一两年的劫掠厕杀中 将不少城池化为了自己的地盘 大量的民夫 匠人 稍有姿势的女子便被关押在这些城池之中 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北撤石一道带走 而随着西南大战的失利 戴蒙威的一笔交易 将这些人的所有权拿了回来 这几日里将他们释放 且能得到一定补贴的消息 传遍了江南以南的城镇 舆论在有意的控制下已经开始发酵 女真人这一路闪来 如果一切顺利 能够带回北面的也不过是数十万的人口 但受冰火波节的何止这么献身 大量的城池在冰火肆虐后受汉军控制 汉军又归附了女真人 说是在女真治下也并不为过 女真战士失利仓皇北归 人是带不走了 但对带不走的人放一把火 或者来一次大屠杀 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这个时候是年迈的戴梦威带夫子站出来 与女真故身当面陈说厉害 最终不仅将众人全数保下 甚至与女真人带不走的粮草物资都不曾被销毁 而是全数移交到了戴梦威的手中 如此一来众人受到释放之后 甚至还能保留些许物件 重新恢复生活 这样的恩等 在长江以南要出万家生佛 绝不归过 甚至于足以说是圣人所为 这样的行动当中 固然也有一部分行为的正确与否值得胜确 例如有数以万计的黑旗费类 虽然同样抗尽 但此时被戴梦威算计 成为了交易的筹码 但对于早已在恐惧和窘迫中度过了一年多时间的人们而言 这样的瑕疵微不足道 人们在恍然与恐惧中固然想过不论是谁打败了女真都是英雄 但此时被戴梦威救下 顿时便觉得戴梦威此时仍能坚持反对黑旗 不愧是有礼有节的大儒圣人 没错 若非黑旗杀了皇帝 五朝何止于此呢 若因为他们扛住了女真 就忘了他们以往的过错 我被气劫何在 西隐将长江南岸人口 物资汉军节制权 交给戴梦威已有数十 各个军队的将领虽然也多有自己的想法 但在当下却不免为戴梦威的大手笔所折服 理论上来说 这位手段狠辣不动声色 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人 必然会是长江以南最重要的权力核心之一 也是因此 这最初几日的宣传与安排 大伙也都尽心尽力 一波讯息将这圣人的形象树立起来 各地的百姓在以往担心着会被屠杀 会被女真人带往北方 但听说西南战士失利 他们并未感到轻松 心中的恐惧反而更深 此时终于脱离这可怕的阴影 又听说将来甚至会有物资发缓 会有官府帮忙恢复民生 内心之中的感情难以言表 与西城县距离较远的地方的反应可能迟钝些 但近处两座大城中的居民朝西城县涌来 便将小县城堵得水泄不通 亦有大量的落魄如生朝这边聚集 一来感激戴梦威的恩情 二来却想要及此机会指点江山 出手胸中所学 戴梦威往日里名声不张 此时一番动作天下皆知 此后自然是四方井丛来得早些 说不定能得起赏识 还能混个丛龙之共 这些事情才刚刚开始 戴梦威对于民众的聚集也并未阻止 他只是命下方儿郎大开粮仓 又在城外设下粥铺 尽量让过来之人吃上一顿方才离开 在明面上老人每日并不过多地接见坏事 只是按照往日里的习惯 与大家私熟当中每日授课半天 儒者气节风骨传于外界令人心扯 到二十五这天 虽然城东对于当初叛乱者们已经开始动刀杀落 但县城之中仍旧热闹而安昏 上午时分一场葬礼在戴家的后山进行者 那是位在这次大行动中死去的戴家儿女的安葬 在入土之后老人便在分山前方开始讲课 一众带是儿女宗卿跪在附近 恭恭敬敬地听着 山风清爽 只见远处县城东面的天空中飘荡着黑夜 那是叛乱者们的尸体被烧毁时生起的烟尘 两处死亡的景象与氛围 奇异地结合在一起 老人也寻着这样的情景 开始讲述着这天下大事 经或提起论语中的论述 后又延伸到道德 还是讲兵者凶器也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 众人且俯首听讲 这刻讲到差不多时 一旁由管事过来 向戴猛威低声转述着一些消息 戴猛威点了点头 让众人自行散绝 随后朝庄子那边过去 不多时 他在戴家书房院子里 见到了一位青庄而来的大人物 刘光氏 刘光氏向戴猛威建立 戴猛威也回了一礼 想不到刘光 仅亲自前来呀 此等大事 岂能由下人传讯处理 而且若不亲自前来 又岂能轻言见到 戴功活人百万 明星归向之圣光 刘光氏语调不高 自然而诚恳 金国西路军受挫北规 这数百万人性命 资重粮草之时 若非戴功再无此等处理办法 戴功高义 再受小职一拜 啊 刘光言重了 戴猛威扶住的 老夫枯朽之身 无力抗敌 不过攥了个空子 啊 略借一些 绵薄之力而已 其谋不可已久 往后世间动荡 这天下大事 还需刘光这般军人称奇 而今天下 十一致万物禁坟 生机难续之境地了 若再无革新之法 得如老朽一般拓个三年五年 也不过饮就止渴而已啊 戴功所言极是 刘光师点头 刘某近年来 新幽之事也是如此 遭逢乱世 武圣文衰 为对抗女真 我等不得已 依仗那些军法山匪 可这些人不经文教 粗鄙难言 盘踞一地蚕食万名 从不为名声福祉着想 乱上家乱呀 代工 死代工这等书香传家 又肯为天下挺身而出折 太少了 刘光谬咱了 代工当得起 刘光师恭维一番 看看戴某龟那张不为所动的老脸 叹了口气 言归正传 代工 宁力恒从剑阁杀出来了 或还有几日方能抵达汉中 汉中战况如何了 可能看出端倪吗 汉中战场 现前在年袭的指挥下 也是乱成一团了 昨日傍晚 其因赶到汉中城外 昨日已然开战 以先前汉中战况而言 要分出胜负来 恐怕并不容易 方少迁的两万精兵虽强 但战汉和西隐皆为夜市雄杰 此战胜负难分 当然老朽不懂兵事 这番判断恐难入方家之二 具体如何 刘光当比老朽看得更清楚 军国与黑旗第七军的汉中决战 天下为之注目 刘光师必然 也安排了探子过去 随时传回情报 只是他暗中动身来到西县城 情报的反馈 必然不如近处的战蒙威等人迅速 如此说的几句 战蒙威卓人将最近传来的情报取牌 转手交给刘光师 刘光师便在房间里详细地看着 时之正 阳光照在外头的院子里 房间之中却又过堂微风 打扮得宜的下人近来添了一片茶水 不免用好奇的目光打亮了这位威严稳重的客人 戴家往日虽是世家 家教甚严 但论及层次终究不过影响附近几个小州县 也就是最近几日的时间里 家主的动作震惊天下 不光与女真骨神达成了对等的协议 摆明其号对抗黑旗 更获得各方拥戴各方来潮 府中下人虽然得了严厉 气度有所提升 但仍旧不免为这几日暗中过来的客人身份而震惊 这位刘光师刘将军 往日里便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将军 大神物 眼下据说又掌握了大片地盘 明面上是位五朝守土 实际上说是割体为皇也不为国 但在自家主人面前 他竟然是亲自上门拜访圣谈 小事之人震惊之语也予有容颜 刘光师详细地看完了戴蒙威 这边的情报喝了一口茶水 过去几日时间里 汉中会战局势之激烈 即便沾汉西营本人都难以抓住全貌 一些在周围打探的探子 查之的消息便更为混乱 过来的途中 刘光师便接过了一些情报 与刘氏的情报一对照 便知细部的消息全部可靠 只有大致的方向可以推测一二 沾汉西营领兵 巾国兵力十余万 仅有屠山位在其中 秦少谦兵力不过百万 若在往日说他们能够当面对阵 我都难以相信 但终究 打成这等僵持的烂账了 秦少谦 哎 刘光师叹了口气 他脑中想起的还是十余年前的秦少元 秦少和 秦少谦 当初秦少元是手腕圆通厉害 能够与蔡京同馆 拜万子的厉害人物 秦少和继承了秦四元的一波 一路飞黄腾达 后来面对珍汉收太原长达一年 也是可敬可陪 但秦少谦作为秦家二少 除了性格爆裂梗之外 并无可圈点之处 却怎么也想不到 秦四元秦少和死去十余年后 这位走武将路子的秦家子 将珍汉压在了前方大 一年多以前经过西路军 供亲相防袭 刘世光便在前线都战 对于屠山位的厉害尤其之根之底 武朝军队内部贪腐横行 关系盘根错节 刘光是这等世家子弟最是明白不过 周军我冒天下之大不悔 得罪了无数人练出一支不许人插手的被围军 面对着屠山位也是败多胜少 刘光是不免叹息 岳飞年轻气盛 手段不够圆滑 他时常想 若是同样的资源与信任放在自己身上 金香说不定就守住了呢 当然这样的事情也只能想想 无法说出来 但也是因此他明白被围军的厉害 也明白屠山位的厉害 到得这一刻就难以在具体的情报里 想通秦少卿的华夏第七军 到底是怎么个厉害法了 与之后世如何 本营继续收听 《坠续》 第1076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